最近,解放军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了一篇表彰055大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的文章 首次公开了055大区与美国军机对峙的场景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055大区在航母舰队中的定位和作用 这篇文章描述了南昌舰作为辽宁号航母编队的一员 在一次赴西太平洋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过程中 采用了全新的抗击和遮蔽手段 潜出近100海里,约180余公里 之外,将美军航母编队牢牢挡住 使其不能抵近滋扰,监视我航母群的时机 关于南昌舰与美军战机的海空对峙 这是中国解放军北海舰队所属的055大型导弹驱逐舰 南昌舰与美军舰载战斗机的首次对抗事件 对于055大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对峙发生在2022年5月初 当时南昌舰作为辽宁号航母编队的一部分 正在西太平洋执行远海训练任务 此次任务的一大亮点是 南昌舰采用了全新的抗击和遮蔽手段 有效地阻止了美军航母编队的接近 对峙细节 在对峙过程中 南昌舰在距离数公里外的低空 拦截了两架美国海军FA-18EF舰载战斗机 一型综合部机舰 辽宁号在任务期间的舰载机起降超过200架次 显示了其完整的战斗力 美军动向 与此同时 美军林肯号航母编队也在菲律宾海 进行了舰载机飞行训练 包括E-18G和E-2D舰载机 南昌舰前出的目的是 为了拦截试图骚扰辽宁舰航母编队的美军舰载机 在对抗中 中国海军展示了实力 辽宁号航母 虽然在舰载机数量和种类上处于劣势 但依然表现出色 与此同时 美军林肯号航母 在舰载机方面具有优势 包括配备了E-2D预警机 和F-35C隐形舰载战斗机 这次对峙不仅仅是单一兵器的对抗 而是体系作战的一部分 中国军方还出动了轰-6轰炸机 和歼-16战斗机等兵力 与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进行了综合模拟攻防演练 南昌舰以其优越的综合作战能力 受到表扬 配备了包括应激-21高超音速导弹 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 能在1000公里距离上打击敌方航母 这次海空对峙事件 体现了南昌舰的先进性能和战术策略 同时也展示了中美海军 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对比和战术互动 关于055型驱逐舰 南昌舰如何应对美军战机 有着不少质疑 主要原因 大部分人认为 055大驱主要是反舰 对地 对舰都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用来对付舰载机 是否大才小用 我们知道055行驱逐舰携带112个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携带防空 反舰 对陆攻击等各种导弹 其中包括英机-18和英机-21反舰导弹 英机-18是射程600千米的亚超结合反舰导弹 而英机-21是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 雷达和电子设备方面 南昌舰强大的雷达和电子设备 也是其对抗美军战机的关键 它基本实现了天线相控阵化 包括S波段雷达 X波段雷达 C波段火控雷达 T波段远程预警雷达等 都使用了相控阵阵面 这样的配置 能够有效地进行综合性的对空对海监视和探测 因此055大驱对空也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可以作为辽宁舰舰队的前出位置 给予敌人先行致命打击 南昌舰由四台GT25000燃气轮机提供动力 提供超过10万匹马力 使其可以以35节的高速航行 此外 其12000吨以上的庞大船体 为各种设备和武器安装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也为未来升级留有潜力 在对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实际对抗中 南昌舰不仅驱离了敌方军机和军舰 还充分检验了装备的性能 表现出近似实战条件下的出色表现 其雷达系统对外军军机进行了有效的跟踪 显示了实战中的潜在能力 南昌舰独自潜出 对抗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行动 可能是出于两个考虑 一是为了执行重要任务 距离可能对任务造成干扰的美军航母战斗群 二是为了试探美军对于水面舰艇的反应 包括美军可能采取的战术 从而收集情报 综合以上观点 055行驱逐舰 南昌舰 的实力 包括其导弹系统 雷达和电子设备 动力系统和船体结构以及实战演练的表现 是其对抗美军战机的关键因素 同时 其独自面对美军战斗群的行动 也体现了战略考量和对实际战术情况的测试 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在南昌舰与美军战机的海空对峙中 南昌舰打开了垂发系统发射带 其中有细节描述如下 在这次中美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电磁对抗中 南昌舰的垂发装置已经打开 其万发炮瞄准了美军的EA18具电子战飞机 这一动作表明 美军的电磁压制对南昌舰并没有起到效果 目前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更多 关于此次对峙中南昌舰垂发系统具体细节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受到限制 不被广泛公开报道 不过 南昌舰的垂发系统的这种反应 已经充分表明了 其在面对美军战机式的战备状态和防御能力 近年来 中国解放军与美军在南海的多次对峙 显示了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以及两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 自2009年以来 美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强 特别是在2021年 美军围绕南海的战略及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威慑 试图通过增强前沿军事存在和针对性行动 设置中国的潜在扩张 然而 这种过度威慑反而激发了中国更坚决的反制措施 055大区的前出 战斗在第一线是这种反制措施的最直接体现 美军的行动呈现出快进快出 规律性降低的特点 显示了实战部署的意图加强 例如 2021年10月 美海军卡尔 文森号航母在南沙群岛周边机动 并在关键海峡快速穿梭航行 这反映了美军对南海地区的战略重视 以及对中国海军的挑战 另外美军在南海地区继续保持高强度的海空抵近侦察 据不完全统计 美军大型侦察机在南海的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 海洋监视船和海洋测量船在南海的作业累计达419件日 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侦察水下目标 支持反潜作战 以及进行海底地形地貌探测和海洋气象水文调查 这些对质事件表明 南海已成为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舞台 这也意味着 未来的055大区将会承担新的使命 不仅仅是作为航母舰队的一员 而是作为独立的舰队 前出到更为激进的位置 比如例行性在北美大陆边缘进行巡航 希望这将成为未来新的常态